照顾智能障碍者的启治机构受到社会资源协助不如其他的招呼单位 唐文市议员李文杰在中秋节前夕就牵线在地的床垫业者 赠送了20张的床垫给大安与大甲两间心智障碍照护机构 机构的园长就表示以往设备更新都只能逐步态换 这一次终于能够全面换新 让住民也能睡得舒适 大后车缓缓倒车开入 员工一一将车上载浴的床垫卸下 这天他们来到的是大安区的一间旗帜家园 要送上12张全新的床垫 让照护机构能够在中秋节前夕全面改善著名的起居环境 建筑的这些床垫对我们孩子的晚上睡眠的品质会改善相当多 因为他们的床垫有些已经好几年没有换了 很感谢有今天的这个活动 园长带领床垫业者与在地议员实际参观他们的生活空间 碍于经费有限 许多设备都是将近十年没有更换 这次透过明代的牵线引入社会资源 大幅提升机构的照护品质 机构这个床垫也用很久了 刚刚好可以就这个机会 顺势来整个更新太久换新 也是一个在这边非常感谢 希望我们所有的企业可以一起来响应这个我们热心公益 尽一份社会的责任 这间旗帜家园成立十年 照顾了十三名中重度与极重度的心智障碍人士 未来还有一个扩大经营的梦想 希望能够照顾到更多的漫非天使 提供他们安心终老的地方 记者赖亦莹台中采访报道